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蔓延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了疫情日记专栏 美南新闻的记者也在一线采访 目的是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 对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 我们来看下面的特评 白宫医疗顾问福奇在向参议院作证时高度关注 因为开放商业活动会再导致疫情的不可收拾 他也拒绝把疫苗成功定下任何的时间表 在此同时由佩洛西领导的民主党 在众议院提出了第三波经济救助提案 敦促政府再拨款三万亿来拯救包括地方市及州政府的财政危机 包括市长特纳也要立即解雇3000休敦市政府的员工 根据权威医疗专家的预估 如果疫情无法控制 在8月底前全国将有超过16万人失去宝贵的生命 而且其中半数是住在养老院的无助老人及非裔拉丁裔少数族裔美国人 他们大部分是弱势族群 而且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受害灾民 今天我们以世界第一强国自居 在这次世界性的大灾难中既然束手无策 而且还要独善其身 把救灾和政治挂钩 我们要在此郑重呼吁 至此非常时期 各级政府应立即成立大批的支援队伍 包括医疗人士 国防民兵在每一个郡展开检疫及救助行动 尤其是对全美两万家医疗中心开启全面的清洁工作 并且各中小学广设食品医疗免费的供应站 今天我们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全国人民无不生活在恐袭及无助的情景 住在老人院和少数族裔 难道他们就不是人吗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们 三万亿这么庞大的数字 只有我们才有能力拿得出来 然而我们的主政者 什么时候才能拿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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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